桂林的特产有桂林米粉、黄皮果、桂林辣椒酱、银针茶、利浦玉等。 来到桂林,不仅要看当地的山水,还要吃当地的米粉。桂林的米粉圆细、软滑、爽口,将米粉做成美味关键在于卤水。 所用的卤水每家店会有一些区别,但很多都是用牛骨和各式佐料熬煮而成,香味浓郁。 桂林的黄皮果是采用原始粗放的种植方式,种植的黄皮果色泽金黄。 皮薄肉厚,甜酸适口,除了直接吃之外,还可以加工制成果冻、果酱、蜜饯、果干等。 桂林的辣椒酱至今有百年左右的历史,和桂林三花酒、桂林俘乳被称之为桂林三宝。 其口感鲜辣醇香,辣后回甜,很刺激食欲,不仅可以作为调味品,也可单独食用。 桂林辣椒酱在国内大受欢迎,还远销港澳及东南亚。 在桂林黎江,每一年清年前后都会采摘银针茶。 采摘银针茶要求很严格,需要符合嫩、匀、净、完整。 冲泡后的黎江银针茶香气清鲜,滋味醇和,甘甜爽滑。 利浦玉产自桂林式的利浦,利浦玉的外形像橄榄,切开后里面呈现出槟榔纹,所以又叫槟榔玉。 利浦玉口感松糯、清甜,不仅可以切成薄片做成菜肴,也可以制作饮食点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